社直播持續帶你來關注北檢外頭最新的狀況 3D新聞團隊持續為你守候在北檢外頭 可以看到記者身旁的這群的小草 是從昨天晚上一路待到了今天早上是陪著 柯文哲在北檢過夜 而根據了解從昨天晚上相較 昨天晚上有多達了上百人的小草 是在現場進行聲援 而現在是少了許多 但是因為是部分的小草是已經回家休息 而在稍後也會再度集結 而根據了解有許多部的遊覽車 將會從南部將小草載到北部 再到北檢進行聲援的動作 而根據了解稍晚 大概在9點鐘左右的時候 館長陳之翰也會運送物資 來到北檢前面進行加油打氣 那同時你可以看到 這些小草是有制製了一個標語 是說目前柯文哲已經徵訊了超過48個小時 來到了50個小時 同時他們也舉著自制的指的指作的標語 是說希望司法要公平 程序要正義 而同時他們也陸續的在集結 你也可以看到附近的員警 也在周圍進行戒備 就怕有衝突的狀況發生 而根據了解中正一分局 審視維持了近百名的警力 在這邊進行為安 就怕挺科以及反科的群眾發生衝突 以上是記者在現場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以上是記者在現場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